今天过来是给小朋友打第一针科兴疫苗 今天港府放开呀 之前的话没有不可以打 小朋友没办法打呀 疫情比较严重 他三岁半不避态的话要五岁嘛 然后三岁半只能打 先打这个疫苗先打起来 先能拿到还是最好的疫苗呢 对吧 打针对小朋友的保护 就算真的有感染到新冠病毒的话 都是有一个保障 起码不会进入ICU 不会有重症先 减低风险 对小朋友都是一个好的保障 还有之后可能政府都需要 打多针才去到其他地方 所以将来都是要打的 因为那个反应比较小一点 相对对比小朋友应该安全一点 基本上都不会太大 所以国内很多人都打了我的小朋友 没有怎么认识到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识到 这些人都打了 那公子 是什么都不是 那是什么都 那是什么都 没了 也没有 那是什么都 是什么都 你怎么还打了 我这都不乱 都可以 你怎么办 这都 那是什么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